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看完,这两位单眼皮漂亮的明星,你会喜欢上她你会成为她的粉丝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性格,让这个世界多姿多彩。 娱乐圈也是一样的,娱乐圈也是有着不同的美,有着不同的。 美丽动人的面孔,如迪丽热巴,是大家公认的女神。 娱乐圈也是有双眼皮的明星,有着单眼皮的明星。 不管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都是美丽不足,有的人只带单眼皮的明星好看。 比如迪丽热巴就是双眼皮好看的明星大家虽然对于这个明星耳熟能详。 但是对于单眼皮双眼皮这个细节大家可能没有怎么关注过。 面部立体感。 有的人适合单眼皮整体的气质,更适合阳气不沾边的人。 显得特别吐气和寒气,整体的气质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其实对于迪丽热巴的眉毛来讲,就是比较可爱有气质。 看得出来迪丽热巴就是偏向于单眼皮,小编不知道迪丽。 热巴单眼皮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还是后天慢慢的变成了单眼皮。 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玩单眼皮双眼皮,对于这个我们可能大家都有共鸣吧。 再来说一说面部立体感就是脸上公认的一种真实的感觉。 单眼皮搭配的眉毛要清秀,细眉为主。 从幼年到老年的脸型变化状况。 就是自身的圆脸被逐渐拉长的过程,年轻时的脸型更圆。 两颊更饱满圆润,随着年龄的增长,颧骨下方凹陷。 颧骨或苹果肌会更加立体,从而显得脸更加长。 骨骼感更强,这些特征都会显得时尚。 单眼皮自带神秘感,很容易出现气质,尤其是在长大后眼皮脂肪层变薄。 眼睛也会变得更大更有神。 但它整个人就是有气质的。 相反如果一个女生五官立体,即便是单眼皮也会显得特别的惊艳。 丝毫不影响自己的气质。 除了适合单眼皮的女生之外。 如果眼睛较肿也是可以运用大地色的。 有很多女生从小就是单眼皮,看上去眼皮脂肪层比较厚,眼睛不够大。 对于双眼皮的女生来说,确实没有外貌上的优势。 单眼皮相对于其他眼形来说,不容易长于尾纹,就像刘文虽然它已经三十多了。 但是丝毫没有显现出老态,反而越看越少女,越看越年轻。 单眼皮和脸形五官搭配起来,一定要看起来有八分的吻合。 因为单眼皮本来就会让眼睛显得小一点,如果脸比较大的话,就会给人一种瞇瞇眼的感觉。 长脸的人一般会比圆脸的人显时尚道理也就在这里。 一般来说五官中眼比耳相对较高,就会显得时尚,相反中下挺短的话。 会使整个五官距离拉近,看起来也会显年轻。 这样会增加眉毛的侧重感。 弱化眼睛的感觉。 大背头这些年真的非常受欢迎,很是充满活力。 显得很精神气,对于单眼皮,虽然它会将你的脸部显得而更加明显。 但是它也会为你带来一种特殊的气质,特别有寒泛的感觉。 很多明星开内眼角时候考虑的都是眼睛要更大,内眼角修饰出向下的小角。 可以增加眼睛的精致度,眼距这个问题,考虑的人不多。 两个内眼角之间的距离太长,或者有严重的内自坠皮。 容易给人呆板,愚钝,睡眼惺忪的感觉,开内眼角。 矫正内自坠皮可以纠正这些美观缺陷,还有一种情况,内自脚问题并不是很大。 自己对内眼角形态不满意,也可通过矫正内自坠皮。